9月出头的日子 是全国各地的学子开始自己大学生活的日子 不论是在全国哪个地区都能看到大学门口热闹的场面 而要说在这些高校中最为热闹的那肯定就是中西和北京了 由于学校性质的缘故 这些学校的学子经常是已经出名的明星 而今年受大家关注的就要输宿祖儿和吴蕾了 在前几天 他们俩就已经入学了 在入学的途中无疑是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而一位男同学被大家拿来与吴蕾做对比 吴蕾的帅气是大家公认的 但大家还是认为他拥有着不输吴蕾的帅 还有点洋洋的气质 这样的评价的确是有点高哦 在入学之后 还有同学晒出了他们的开学先生合影 从照片中看 宋祖儿还是一如既往的清新 可爱 不愧是从小就受大家欢迎的童星 但很多网友看到这张照片时 却被另一个先生的面孔给吸引住了 这个先生在祖儿的左手边 物观长得很是漂亮 也很有气质 难怪受到大家的关注 但也有一部分网友认为 这名同学虽然漂亮 但还是长了一张网红脸 实在是没有什么特点 而北电这样的学院有着无限的可能 不论是本来就出名 还是原本默默无闻的 今后都有很大的希望成为大家喜爱的明星 不知道大家愿为这些明星的同学漂亮吗 是不是你喜欢的菜呢 来源 网络综合 冬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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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ไป 拿捏 冬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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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笔